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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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Doujian 哈囉 那現在呢 是平日的下午5點 那為什麼今天要拍影片呢 因為我這次從一家在大阪的餃子店 叫做大同餃子館 買了超多冷凍的水餃 我最近真的非常非常想吃水餃 那當然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啊水餃不就是餃子皮 再包肉 那就可以煮出來了嗎 可是其實不是 因為日本的餃子皮本身非常非常的薄 除非你自己擀餃子皮 不然其實是很難做出像台灣那樣子 皮那麼Q嫩的水餃 在家有一些調味上的口味有差 所以在日本很難吃到像台灣要好吃的水餃 但是我最近太陽吃水餃了 然後我就上網找了很多資料 然後我也問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他們全部推薦我 這家大同餃子館 然後我朋友他們全部推薦我這家大同餃子館 是同客餃子館 同客 我真的要被我自己氣死了 是同客餃子館 是台灣人開的餃子店 而且它的水餃呢 跟台灣的味道就是一模一樣 因為聞到其實也沒什麼吃過台灣的水餃 我想說我今天晚上就來給他一個驚喜 來弄水餃給他 麻糬現在有點聲音 我把麻糬包過來 好 我把麻糬包過來了 因為不把它包過來 他好像就有點難冷靜下來 沒關係 今天呢 我們要給爸爸一個驚喜 煮台灣的水餃給爸爸吃 日本人其實本來就比較少來吃水餃 而且日本人的水餃 都是泡在湯裡面 可是一碗 然後裡面是白開水跟水餃這樣 就超怪的 那應該是我們的湯餃吧 反正聞到吃的水餃 就幾乎都是日本那種感覺的 我要讓他知道 台灣的水餃有多美味 聞到等一下下班回來呢 就熱騰騰的水餃 那這一次呢 我是買了三個口味 那因為抱著麻糬不好 給大家看三包 反正給大家看 他的一包的包裝呢 就是長這樣 同客餃子館 你有興趣嗎 同客餃子館 然後 我這次呢 是買三個口味 是 蝦仁水餃 跟高麗菜水餃 還有韭菜水餃 還有韭菜水餃 因為我個人非常愛吃韭菜水餃 我是非韭菜不吃喔 顏面上那麼誇張 但是我是最愛韭菜 文當 我個人是覺得他應該最愛蝦仁 所以我就買了蝦仁水餃 那高麗菜水餃呢 就有點像招牌吧 覺得招牌怎麼可以不買一下 所以這就是買這三口味 他們這家店呢 除了賣水餃之外 還有賣鍋貼跟豆干 又賣蘿蔔糕 還有一些其他商品我忘記了 其實我也是想買鍋貼啦 可是鍋貼已經賣光了 就是寫Sold out 所以就有點可惜 這次就有只賣水餃 同客餃子館家店 好像台灣也是滿有名的嘛 因為他寫的是 已經在台灣台北 賣了三十年的水餃 等一下主演我們剛剛試試看 忘記講醬料的部分 他們也有另外賣 那因為我個人覺得水餃的靈魂呢 就在於他們的醬料 所以我也有另外加購他的醬 到底整套吃起來有多台呢 那因為爸爸還有一段時間才會下班 那媽媽先跟你玩 等到爸爸說他要下班的時候 媽媽再來弄水餃 好 大家在開始煮水餃之前呢 跟大家稍微宣傳一下團購 如果沒興趣的人呢 就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段 那這個團購呢 是我自己算是在生小孩之前 就非常非常想團的東西 就是華碩的童書 那如果你是自己有小朋友 或者是你的親戚朋友 他沒有小孩的話 都非常的推薦你們可以跟這一次的團購 我自己會很想團童書的原因是因為 在我小時候 媽媽每個禮拜 永遠都會帶我去圖書館 然後他都會念很多故事書給我聽 然後我就記得是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我從小就還蠻喜歡看書的 那對書很有興趣 在我有印象的時候 我都覺得學習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那跟我媽媽一起看書的那些回憶呢 對我來說也都是很珍貴的保障 所以我對童書算是蠻有一份特別的情感 所以在生人瓦吉之後呢 有這個機會可以團購童書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榮幸 然後也發現現在的童書 這能做的超精細的 就是因為影片長度關心 我有點難全部跟大家做介紹 詳細的書當然大家可以看表單 我放在連結處 那我這裡簡單介紹幾本 我自己還蠻推薦大家買的書 跟大家說這次團購的日期是 8月18到8月26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已經可以購買了 像他這麼小的小朋友還蠻推薦遊聲書 因為他比較好參與 比較好互動 那這一本出現在我的頻道影片已經很多次了 有附五首中文兒歌 還有五首英文兒歌 開啟開關之後呢 下面這些可以讓小朋友拍打 它會有聲光還有音樂 可以刺激小朋友的感官 然後他唱歌的聲音呢 就其實非常的輕快 看麻糬已經開始拍了 他就超愛這本書 這本真的是麻糬還小的時候 我們就有在跟他玩 他也超愛的 大家看他現在整個已經很愛不釋手了 他就跟他玩 那另外這一本呢 我自己也還蠻推薦的是 閃亮亮的花園派對 他這一本也是有各式各樣的主題 像是有顏色 還有數字 還有動物的叫聲 那每一個主題呢 都有他自己的模式 1 2 3 4 5 這一本就還蠻適合拿來跟小朋友互動的 那我另外覺得非常酷 這一本也是必買的是 熟知點讀雙語有聲大數 就是學中文跟英文 那我現在拿的這本是單字書 那另外還有一本是 有一整句可以讓小朋友練習的 我覺得很酷的是這一本書 他完全不需要點讀筆 你可以直接用點的 然後他就會唸單字 就這一本超特別 那因為我這種人感覺就是很容易 會把點讀筆弄掉 像這一本我就覺得 真的是還不錯 尤其是像我一樣 是在日本養小孩嘛 日本賣的書 頂多也是只有日文和英文 我自己是比較傾向真正的外師發音啦 所以這一本就還蠻推薦的 他就超愛這本有聲書的 他可以玩超久 真的太多了 最後再跟大家推薦一個系列是這個 養成寶寶的10個好習慣 這個呢是翻抽拉遊戲書 這個馬吉還小他比較不能看 所以比較推薦再大一點的小朋友 翻開之後呢他有很多機關 然後有副中文跟英文 你可以這樣子邊跟小朋友玩 然後邊來告訴他這些觀念 那這一次團共呢 其實價錢真的都很划算 很適合大家可以買給小孩子 那我自己是還蠻早就開始親子共讀了啦 比起念書應該是更享受那個親子時光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他們其實都聽得懂喔 只是他們可能還不會表達 我覺得這些書很棒的就是他們可以這樣 學習變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有興趣的人呢我都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剛才文章傳訊一說他下班了 那我就來弄水餃 那我想說我就弄個五顆韭菜 五顆高麗菜跟十顆蝦仁 感覺這樣剛剛好 我今天有說我有跟他們買醬嘛 那他們這個醬是他們自己做的大蒜醬油 裡面都還有蒜片 哈囉你可以不要自己這樣子嗎 爸爸回來要嚇死了 因為想說韭菜顏色比較深 應該可以跟其他水餃做區別 所以我先下五顆韭菜跟五顆高麗菜好了 十顆蝦仁水餃另外一隻 好期待喔 希望真的就是台灣水餃的感覺 那他們的指南是寫說 放到沸騰的水裡 這樣子煮六分到七分就可以吃了 麻吉來啦 那我有在我的IG有跟大家講說 就是每天文章回家的時候 我都會帶麻吉去玄關接他 就這個是我媽媽跟我講一定要做的 會讓小朋友跟期待爸爸回家的時候 那當然我出去剩文章在家的時候 只要我回家 文章也會帶麻吉去玄關迎接我 那當然被迎接的人也很開心嘛 那當然也會讓被迎接的人覺得 啊我回家了 爸爸說在我小的時候他就是都這樣 然後等到我小時候自己會走了之後 我爸爸每次只要一回家 我就會很開心的去門口接我爸爸 然後我爸爸都很開心 爸爸要回家了 爸爸要回家 爸爸要回家了 爸爸要回家 完了 我的水餃先煮好了 好像來不及了 爸爸 爸爸回家了 麻吉 嘖嘖嘖 爸爸 你怎麼買 剛才文章看到我們家有一隻文子 我今天送他的電文派要派上用場了 在這裡 大家看到嗎 在這裡 文章用電文派了 嘔嘔 嘔 嘔嘔 嘔嘔 有點害怕 嘔嘔 麻吉 最喜歡爸爸的麻吉 哈哈哈哈 太開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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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á 媽媽 老爸媽媽 媽媽咯 媽媽媽媽 сер焦好了 媽媽 her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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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applaud 好 那各位 我们的水饺已经弄好了 登登 那这次呢 因为我想说要让韭菜分区别嘛 所以我就把它装成两盘 一盘是我觉得文旦会喜欢的虾仁水饺 那另外一盘呢 就是 我本人最爱的韭菜跟招牌糕的菜 日本跟全然不同的形状 对吧 台湾的食材是很喜欢的 真是很喜欢吃的 今天是海鱼鸟的10个 虾鸟的5个 虾鸟的5个 那开始哪里呢 海鱼吧 海鱼吧 来吧 我来吧 我也是第一次吃他们家 可是我看大家都说好吃 应该是不会采雷啦 怎么办 非常美味 太美味了 非常美味 全然日本人没有 这一家很苔耶 嗯 嗯 这一家很苔耶 这一家很苔耶 真的苔好好吃喔 而且它这个虾仁水饺里面是有一整只虾仁耶 虾鸟也吃虾鸟 我们这里最喜欢的虾鸟 虾鸟吃虾鸟 哇 虾鸟的水饺这么好吃 它这个皮完全就是台湾的水饺皮耶 嗯 虾鸟也好吃 嗯 好吃喔 这些水饺鸟是像是水饺子的 像是水饺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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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想法 我来说的水饺子 我来吧 我来先去吃虾鸟 真的好吃 哇 好好吃喔 很香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可能20个就不足 我来吃虾鸟 可能它没有什么色的 是虾鸟 虾鸟也很香脆 你最喜欢哪一家的 海鸟 海鸟 虾鸟 虾鸟 我之前有买过其他家水饺 我之前有买过其他家水饺 可是我觉得吃起来没有这么台 这家吃起来是真的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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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现在在工作上疲惯了 看起来 你觉得太好吃了 你觉得太好吃了 有感到 有感到 这个多少钱 跟台湾比起来的话 是比较贵的 可是我觉得在日本的话 还算价钱合理 真的好吃 对吗 对吗 海鸟的25个 1680元 海鸟的25个 1680元 海鸟的25个 1680元 不讲述的 外面也有超高的 就真的可以吃起来 吃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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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错 吃起来的 强烈的 因为我住日本 住很久 我现在就觉得 煎饺配白饭 还有点能接受 可是水饺配白饭 真的不行 真的好吃嗎? 有 餅嗎? 看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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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吃嗎? 嗯 超好吃 應該要更多注文吧 我也是初期所以我沒有注文 但如果我喜歡那些菜的話 我還是會更多注文 真的好吃 最近有時候會讓麻吉練習坐著 麻吉很喜歡坐著 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到處看四周 可愛 哇 做起來的世界 跟躺著的時候完全不一樣耶 好新奇喔 對不對 做起來的世界好不一樣喔 跟我每天看天花板的時候 一點都不一樣耶 媽媽好會講故事喔 媽媽把我的心情都講得好生動喔 我們一家三口 我們三個人 媽媽 爸爸 媽媽 好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文章也講了一下水餃的感想 畢竟這支影片是水餃影片 海鷹都滿了 而且一個一個大大 超級好吃的 文章雖然感覺他已經吃遍台灣的東西了 可是沒想到他還不知道水餃的美味 還好我有買水餃的嗎 哈哈哈哈 是否呢他那種味道也試試看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大家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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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應該會看 嘿 如果